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NATCHANDAM賽馬的時間 未講星期三谷操夜賽之前 先講一講上次賽馬日的出賽用馬 和NATCHANDAM 兩隻出賽用馬都是比較懶 還有安氣也跑得不好 兩隻NATCHANDAM 猴王區和結賽分分分別跑第五和第四 講一下 其實兩場都有點捉到不懂脫國 因為其實都看得到大熱門不穩神 因為兩場暴風合2.1倍 上場贏得好 你看回那段影片已經講到上場 是跑得好 形勢天造地設之下贏很輕鬆 今次加完分之下上到來 稍微有問題都不會贏 結果真的都有點冰冰噹噹 其實後王區外面衝沒問題 昨天 但是稍嫌留得後了一點 雖然是快報速 稍嫌留得後了一點 所以追不到 爆了那些捉金王 金碧科 市民我真的貼不到 捉金王 金碧科十四檔 真的貼不到 沒辦法 第十場同樣情況都是快益善 看回那段影片 大家可以講到快益善 即是上場翠龍 白獸王 達龍區那場 我講到的水準是不高的 根本上 除了快益善後面撲上來 可能說有少少同勁之外 其餘都是步步通通 你看回這場馬排行出來 那場方拉 沒有一隻可以的 自取槍頭快益善 起點其升 白獸王 蒙古王等等 川普普區等等 但好可惜這場馬 極慢捕捉 那結賽坦坦坦 其實首位都不差 即是可以有權跑得再近些 但你進去直路 大家看看 發翠線一泵泵 他 比齊普敦都不搶位 潘頓壓一壓兩下 已經見到他不是太積極 有一段直到一段 其實表現得有點失望 跑第四 不代表馬差 沒斷壓2-3 根本上都不是施展全力之下 都不算被彈掉之下 我想這馬其實不差 繼續留意 明天也有兩隻出彩翼馬 三隻出彩翼馬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很甜橙劍追風和電訊兄弟 今次星期一就拍段影片 因為今晚有些時間 不如拍段影片才不用明天這麼說 拍完兩段 第一個嘗試介紹的 賣翰馬 未看陪落就不知道 可以有多熱 但這場馬我會介紹一隻 爭取三連節 它是三連節的銀梁之星 其實銀梁之星上兩場夜馬 都跑得挺好 前一場一檔靚一檔守好位 沒斷做出都是快時間 撲過赤水神區 表現不錯 上一場尤其是勁 上一場實不當 沒斷都是快時間 其實這場不快步速 但沒斷是可以追這麼多的馬位 撲上行人應自由 實在能力不差 好像真的有進步這麼貴 還有跟潘明輝很格當的馬 連續跑兩場都跑得這麼好 潘明輝 上季其實都跑得好 所以適合潘明輝發揮 這次抽到二檔 所有有利條件於一身 唯一擔心的是什麼重磅 潘明輝應該是減三磅 實在是130磅 看他應不應付到 否則這隻馬 其實座位亡人的機會很大 選擇三隻腳 首先選擇漸信龍驅 漸信龍驅上場一千米初出 表現都不錯 剛剛漸信明驅贏了 大家相信馬柱的氣勢都要繼續留意 氣勢有很多人說 漸信明驅贏了漸信龍驅 都會有氣勢 上場跑得好 要回了 第二隻配腳運財 整個財是換了方加帕上次 狀元財 攤攤腰 繼續是潘頓民財 又是初出 轉夠初出 初寒轉科 阿帕 都要交代 有些少鬥志 第三隻都是一隻 轉夠初出 藍仗天下 其實季初跑過兩場 都很近 谷草千二 之後跑得比較差一點 好像轉了一鬥 苗禮可以 麥偉利十當 都是不會特別熱的 這隻馬就比較輪盡一點 其實跑得十當 不會太過吃虧 不會太過差 比你排排裡面好 這些馬都可以 冷冷地立即同景 所以這場賽事我會選擇 連人為之膽 就是拿行良之星做膽 多三隻 漸信龍驅 雲才 和南掌天下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我的netchain youtube頻道 按訂閱 和訂閱 還有按一下鬧鐘 在notification 或者通知 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了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